台湾著名政治人物和民主运动领袖施明德 于2024年1月15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 享年83岁 施明德的一生见证了台湾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 其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不可磨灭 施明德1941年1月15日出生 自青年时期便开始参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活动 他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该事件是要求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重大抗议活动 施明德因参与此事件被判以叛乱罪入狱 坐牢时间累计近26年 成为台湾政治史上的重要标志 出狱后 施明德积极参与并推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 2000年代 他因反对时任总统陈水扁的贪腐行为 领导了规模庞大的倒扁运动 这场运动不仅反映了他对政治青年的坚持 也展现了他在台湾社会的深厚影响力和民众基础 施明德在政治生涯中经历了多次转变 从最初的党外运动领袖到民进党的核心成员 甚至一度担任民进党主席 对于该党的发展和台湾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被广泛认为是台湾民主化进程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 被誉为台湾的曼德拉 施明德的去世在政治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哀悼 许多政治人物和公众人物表达了对施明德的敬意 并对他长期以来为台湾民主和社会正义所做的贡献表示赞扬 施明德的女儿施加与施密娜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父亲一生坚持捍卫的精神和价值将会不断地在世界里诞生和茁壮 施明德的政治遗产和他对台湾民主化历程的贡献 将永远被后人铭记 他不仅是台湾民主化的关键推动者 也是一位斗争了终身的民主斗士 台湾民主的今天 有赖于施明德等人的不懈奋斗和无私牺牲 台北荣民总医院表示尊重家属的安排 并提供必要的协助来妥善处理施明德的善后事宜 施明德的逝世不仅是他家庭的损失 更是台湾社会与民主进程的巨大损失 他的生命故事和坚持的理念将继续激励着台湾 甚至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e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频道